大家好,我是老妹 今天我们到了湖河浩特市城家的昭君墓 这个昭君墓就是西汉时期的王昭君 大家都知道王昭君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 还有著名的昭君初赛 我身后这就是入口 我们已经进来了 再往前走就是昭君墓还有禅于大帐 带大家进去看一下 昭君墓里所有的建筑都是蒙古族特色的建筑 你看这跟蒙古包似的是一个圆形的 看一下这里 这个建筑应该就是西汉时期的羊 看这 还有这边的建筑 前面就是王昭君的雕像 来看看 看这个女子梳着西汉时期的发迹 脸小小的身材修长 一看就是个美人 现在到了昭君目前的和亲铜像 这个铜像一个是王昭君 还有一个就是呼喊学铲鱼 看起来英姿萨爽骑着马 再往前走就是王昭君墓了 这是一个山前面 在这山脚下有两个墓碑 咱过来看看 这个就是王昭君之墓 王昭君的墓 还用蓝色的袋子绑着 下面有祭祀的苹果 来看看这个 这个呢没有写汉文 上面是蒙古族鱼 这个应该是护韩西铲鱼的墓吧 前面放的是观音嘛 祭祀品 这里修建的很漂亮 上面就是山了 但是上面游客纸布 上不去 只能在下面看一下了 这两座墓碑在山脚下 特别特别的安静 在这里下去呢 前面就是和亲铜像 还有王昭君的雕像 再往前走呢 就是王昭君墓的大门 非常非常的好找啊 现在来看一下 昭君的故里 前面呢有几个小院落 这种青砖式的小院落 看上面 雕刻的栩栩如生 然后这边呢 还有一个磁罗嘛 看这个是什么磁罗啊 哇塞 这里好复古啊 看这个 是 昭君祠啊 来看看这里 来这里锁门了 从外边看一下吧 能看到吗 看里边的小院落 就是这种很古老的这种院落 再看一下这里 这个是进门的一个挡板 啊 这还是那种石头的 这边一个院落 这边还有一个院落 这个院落也锁门了 现在应该是不让进吧 再看看这里 这个就是古代人生活用的东西啊 这是一个石墨 再看这里 上面呢就是放那种东西 用这个墨磨出那个汁来 然后这边 然后这边呢 这个应该也是磨粮食的那种 就是把粮食放在这个槽里啊 然后把这个东西来回的推 它不是一个圆形吗 这个还挺古老的 现在家里一般这个石墨有 但是这种一般就不常见了 逛了一圈 我已经参观完了 现在我准备又要出去了 在我身后啊 这个非常非常大的地方 这里就是昭君博物馆啊 这里呢修建的非常非常的大器啊 王昭君啊 不仅是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啊 同时呢 他也为了和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里呢 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来看一下的 顺便说一句啊 这里的停车场非常非常的大 我在昭君博和胡适之间啊 有一个舒肥站 大家如果想来玩的话 可以先来昭君博来玩 然后过舒肥站进胡适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我现在又出去了 拜拜